你什么时候就觉得你们俩走不下去了 今天咱们都把话都说 说清楚嘛 就有一次他发烧啊 让我去看他 但是我跟他隔那么远 我不可能当时就飞过去啊 所以我就只能在电话里面安慰他呀 就是说让他多喝水呀 然后注意一下呀 我觉得你作为一个男人 你就应该对我有点淡当一段责任 当时你身边说我是怎么对你的 你那天中感冒再说躺了两天 是我直接二话没说就跟我没钱 我是接室友的钱 买车票过来照顾你的 现在我生病了 一个人在医院打着点滴 没人给我送水 没人给我送饭 你直接告诉我好好睡觉 好好休息 有用吗 我那时候特别需要一个依靠 你在吗 女生我问问啊 其实打高中毕业之后 按照你的说法 你的男朋友就听他父母的 没考虑你 偷偷地就改了这个志愿 对 你就觉得他没担当 这个改志愿其实也考虑过的 因为我的分数不是特别高 就刚刚过那个二本线一点 我去北方的话 因为北方在湖北路的人比较少 刚开始是想着 我跟他刚刚确定那样关系嘛 然后想的是去北方 怎么开心啊玩啊 就是想着大学的美好时光 但是呢回来跟爸妈一说 爸妈说 你这分数去北方 不定路子上 有可能还掉档 掉档的话就掉了三本的话 那划不来 所以然后我就 听爸妈就改了 然后当时也不好意思 就跟他说 因为他也蛮喜欢那个地方的 然后就想着他 所以我问题其实很简单吧 就不管他有万般理由 会吧 对 结果是他没有信守承诺 对不对 对